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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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东南西北这个圆运当中做东南是没有运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一个载运里面 最重要的是它载运的问题 载运是要从今年是七次运 七次属金 它做东南是驯卦 驯卦是属木 金克木 所以它这个圆运 这个屋子的圆运是不好的 那么做东南向西北 它本身原来是39年次 39年次在男生的话是坤挂命 所以做东南向西北对它是不错的 而且门开在这个是西南方 开在西南方本身是俯卫俯壁木 跟它是俯卫俯壁木 那这个屋子里面还是共同的一个缺点 就是这整个楼梯底下有个厕所在这儿 这是我们现在本国式建筑当中 最常见的一个毛病 这个是我们的所谓厕所在楼梯口底下 那么它的厨房呢 它厨房的位置正好是拱到了这样的一个厕所 那气是厕所之气 那么当然这是不好的 尽管这里有个小门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厕所跟厨房支对 那是不宜 再来我们知道这个厕所 它正好跟这个门是同向 既然跟门同向的话 我们位置为五黄煞 这个五黄煞里面 在所有的屋室里面 都会造成一家人健康都不好 尤其这一家的女主人 这个头部会有很多障碍 那么这个位置正好是在南方 这个南方原来在她本身来讲是对的 不过她的这个女主人 她的太太这个挂却不合 她太太是38年次的 38年次的也好 或者她本身39年次的也好 照理来说来 38年次的做东南向西北是不合她的 这叫绝命破金军 且门开在这个西南方 这个称之为六煞文取水 六煞文取水不明有持送 这个持送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家主人她本身是属于坤卦 坤卦跟她的梨卦就是六煞文取水 那么所足之意 在这个夫妻的情欲上是不错的 但是沟通并不得意 这里是餐厅 餐厅的位置里面正好是在这个地方是东方 那么东方的位置里面和这个刚才我们讲到39年次的男生是不合的 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地方是错的 就是楼梯是错的 罩是错的 罩原来是可以压在这个位置上是对的 还有她的这个房间也是错的 这个房间是在二楼 二楼的位置里面我们去打拨来 是从这里来看它 这个是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是楼梯口上来以后 这边整栋都是她的房间 那么厕所的位置厕所的床 正好厕所正好对着她的床位 她的门开起来正好对着她的床位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有如是之情结者 期望能够把这个厕所的位置 这个门口把它塞起来 不能直冲我们的床 很容易住不下去 人要走 人要离开 所以只要被门所冲的位置 那么都是待不住的意味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再来这个是一个除床室 那么除床室里边 这个位置是她的局方 被堕除床室 除床室也可以是客人房 这个到无伤大雅 但是这个次男的卧房 次男的卧房是在南方 这是错的 因为她是65年次 男生是属于前挂命 前挂命不宜在南方的位置 这个我们从这个是东南 这是西北 那这个位置正好是在南方 所以呢 这一家的这个四男 也就是少主人 那么这个格局里边 安置的位置是错的 所以她在这里也是待不住 精神状况也都不好 健康情形也不好 尤其我们讲 如果是她是65年 是前挂命人在离荒 那么她也有所谓的 绝命破禁军的问题 这个在腰肾上 容易有很大的障碍 再来我们看三楼 三楼这个地方呢 是昆造命 这个是38年次的 如果是女生 你主人在这儿的话 主或是在这儿 这个衣柜呢 面对她的床 那这是错误的 还有我们说这个厕所的门 是不宜直冲这个床位 那么所以呢 这里住起来呢 她也不能安宁 当然这个厕所的位置 跟这里的厕所位置 都是错误的 那么原来啊 这个有一个七十年次的女生 七十年次的女生呢 她本命化呢 是属于这个昆挂命 昆挂命呢 在这个位置上 也是错的 因为这个正好是东方 东方呢 这个昆挂的女生呢 是不希望住在此地 这个地方是错误的 是梗挂啦 是错误的 还有六十三年次的 次女 在这里也是不对的 六十三年次呢 在女生来讲的话 她是属于这个对挂命 对挂命在南方 这么也容易造成啊 这个五鬼灵真火 所谓五鬼灵真火呢 也容易啊住不下来 所以在这里面的障碍呢 是蛮大的 再来呢 我们看她的四楼啊 这个佛堂的地方 这个佛堂的位置里面呢 弄了一个塞衣间 如果以现在啊 这个女主人 三十八年次的话呢 塞衣间啊在此地呢 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塞衣间这是 三十八年次的吉方 它不宜啊 被搁置在塞衣间 这种闲置的屋子里面 水塔制高点在南方 那么这对三十九年的男生 是不好的 我们常常看到啊 这个屋子里面的制高点 尤其是这个托天房子里面啊 制高点是极其重要 整个屋舍里面的改变 那就会在制高点上啊 会有所影响 那么制高点正好在南方呢 是对这个屋子里面呢 是称之为主位上的一个障碍 所以呢 我们从整个屋舍里面来讨论 第一个是它的罩口是错的 楼梯口是错的 还有呢 它的这个餐厅也是不对的 那从这个卧室里面来讲的话 这个卧室是不对的 还有这个厨舱是当然这个 比较无伤大雅啦 70年次的住这里也是不对的 还有这个厕所的门口 直冲它的卧室 衣柜对它也是不对的 那么可以衣柜往这边挪 卧室床往这边挪 这是可以 还有这个女生的这个床位啊 那是不对的 它可以啊挪到其他的地方来 这个是可以改善 那佛堂呢 因为佛堂啊比较不重要 因为佛堂呢是无所不在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赛衣间是错误的 这个可以改善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个南方 这个南方的水塔呢 可以移植到啊 这个屋舍里面的啊 这个凶方 来做整个探讨的话 那么会对它呢 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我看啊 这个改变的方法里面啊 诸多 尤其是在卧室的这个厕所呢 那应该是要注意的 是 等于是呢 我们看过这房子喔 真的是问题很多 所以我们常常会建议观众朋友呢 你们在买房子之前 不妨先将设计图呢 来先请老师帮您鉴定一下 看这个房子呢 是不是要先做哪方面的更改 更改之后 我们再去盖喔 再去盖这个房子 原来你盖下去之后 要做一个修正的很多人是说 非常的困难 那可怎么办呢 我们老师也会在节目当中呢 跟老师跟大家讲一下 像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说 这房间的位置是不对的话 那不对的话呢 我们应该让它安排在哪一个房间 会比较恰当呢 好的 事实上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屋室里面啊 有八个方位嘛 有所谓八极方 有所谓四极方 有所谓四极方 那你本命卦里面啊 合的应该安置在啊 我们一般的这个极方里面 尤其啊我们以往的房子里面 叫做三合院嘛 三合院里面啊 它这个坐北向南的屋设 是你的大厅 那两边呢 一个是向东 一个是向西 如果是东市民的人啊 你就住在啊 向东的位置 如果你是西市民的啊 你就可以住在 向西的位置 甚至啊你这个像厕所啦 还有你的这个餐厅啊 炉灶啊 这个都要按照啊 这个格局里面来定定 如果说像先前我们讲到 这个房子里面的这个 这个炉灶呢 它可以往右边移 压在啊 它本身的啊 这个东方 那么门口呢 像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说 照口不要跟门同向的位置 那么这个 就很多啊 这个疑难呢 就可以克服 那么当然 我们讲人密配夸 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学历 如果您是 从树里面夹起来 好比 四十年次的男生 那么你正好是属于啊 驯挂命 可是呢 如果您是四十年次的女生的话 那么就是 驯挂命 同年次啊 虽然说有的同学啊 因为进水楼台 可是呢 如果是像这样的挂不合 那很容易造成啊 结婚以后 那么两个呢 这个障碍啊 就多了 那么也可以按照 分房的位置里面啊 来得到改善 分房的办法里面是 如果隐门这个照 或者照口的位置 是以老公为主 那么 至于呢 这个 房间的问题 那就是要以老婆为主 为什么房间要以老婆为主呢 因为啊 它是养儿育女 服役孩子 照顾孩子的一个重点 那是一个温床嘛 所以 你像这样的情节的时候 房间啊 要以老婆的为主 那么门口呢 因为老公啊 出出入入 要去施聘 要去创业 要去从事业当中 来养家活口 那么 当然这个方面啊 就要以老公为主 那当然 如果说有像三合业呢 那是最好不够 那可以从两边开门 甚至啊 两副的啊 这个不同的照 来作为啊 整个安家 这个 让整个家庭 能够核顺的一个办法呢 这个我们在啊 或者这个 时日当中呢 会来介绍 什么叫人民配卦 怎么看出 你应该是属于什么卦 你应该在什么时候 找到什么样的房间 或者是方向 这个类 我们在节目当中啊 都会一一啊 为观众朋友啊 来做介绍 好我们谢谢老师的讲解喔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 再为您进行的是 我们的杨仔现场call in 我们现在赶紧接的是 嘉义的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喂你好 是我们邱小姐 还有没有在线上 好我们邱小姐呢 假如没有回应的话呢 我们再接抖六的杨小姐 杨小姐你好 喂杨小姐 我们电话是不是又断掉了 那好我们再接的是 台北的谢小姐 谢小姐你好 喂谢小姐 是那我们假如这些呢 都一直没有办法回应的话 我们是不是想看看 高雄的许小姐 喂 许小姐 喂 高雄许小姐 你有没有在线上 哇 这我们的线上 恐怕真的是有点问题了 所以呢电话 虽然一直进来 但是恐怕没有办法 跟我们做回应 要不然我们请您呢 趕紧再修修线路 桃雲许小姐 喂 桃雲许小姐 喂 小姐 对 是来请告诉我 那个您的坐向 坐西北朝东南 西北朝东南 好我们请老师呢 就直接来跟你做回应了 好 好的 许小姐你好 是 坐西北向东南 你把 请把那个电视声音 先关小声一点好不好 好 嘿嘿 那个坐西北向东南的屋子 那您家的主人啊 贵根啊 五十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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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六月啊 你几月 你是几年 我是五十一年四月 五十一年四月啊 好 那这个门口开哪里 门是开那个中间东 东北的位置 右右右手边 右手边 右手边是这里哦 是这里哦 不是那边 这是左手边啊 西南方这边 从屋子这边望这边看嘛 对不对 对对 这边不是西南方哦 这个其实西南在这里哦 不是 就是在你手的上方一点 手都上方这里啊 不是上方 这里 上方 中间那边 中间上方嘛 我跟你讲哦 你坐东北向西 坐西北 上东南对不对 坐西北朝东南 向东南哦 那东南这边就是 那西北方这边 不是 这是南方你知道吗 不是啊 是靠这边的墙 这边啊 喂 对面这边 这边啊 对面这边 这边的墙 不是对面这边 这边 西北 对对对 下面 好 这个是您的门是不是 对 门开在这里啊 那是楼梯啊 我们是四楼的房子 哦 坐西北向东南 那对 这个地方是楼梯是不是 楼梯就是门口 门就是那个楼梯门 这个是楼梯哈 那这个是正好是在 我们讲西南方的位置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也是在西南开门 这对您老公来讲是不好的 不好啊 对 而且这个坐东北向西南 坐西北向东南 第一个是属土嘛 二楼属金 三楼属水 四楼属木 开西南啊 这个对他来讲啊 这个胃很不好 胃不好 你的这个老公啊 胃很不好 还有呢 他这个本身啊 做事业 很难贯贯 这个贯彻始终 对 经常啊做事情有头没有尾 嗯 计划很多 到后来就没有啦 哦 这是非常严重 那么您本身啊 也有这样一个 这个情形 不过你们两个啊 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第三位啊 都还是一拍集合 一拍集合的意思就是说 一见就钟情 闵南话你恐怕听不懂啊 可以听得懂啦 启嘴吃辣肉 启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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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就定情啦 但是呢你这个门开起来 这个是臭的 你也不好他也不好 这样子啊 可是我们是大楼型的 没办法改 对 你本身啊也是胃不好 胃不好 你们两位的这个消化系统都不好 那我们厨房是在这个西北角这边 在西北角 这个地方是厨房 对 这边 角落这边 这个地方不是西北 这是西方 不是角落这边 对对对这边 这是西方嘛 对对对对 厨房是对的 西方 厨房是对的 可是你的灶口在哪里 灶口是向北这边 就是向外面这边 向外边这边 这个方向是吗 我现在画的这个方向 对对对向那边 我跟你讲 这个是对的 厕所呢 厕所在厨房对面上一点点 在楼梯口旁边 对对方 对面 楼梯口对边这里啊 对对方这边啊 这个地方 不是不是 对面墙 对面墙 是在南方 或者是在 这个是北方 东北方这边 东北这个墙 这个是东北喔 东北在这里喔 中间下来一点点 东北在这里喔 对对对 就在那里 没有对到大门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这个也是错的 错啊 对对 所以啊我跟你讲喔 你本身啊 不光是胃不好 你的腰啊 经常酸得快断掉 腰部啊 所以整天啊好像 有气没力 懒洋洋 有没有 嗯 好像睡觉 比较 比较会梦这样子耶 那不是 那不仅是这样 是你就是心肾不骄 脑神经衰弱的现象 那不是只有梦而已 你整天啊 浑浑噩噩 精神很不好 对不对 嗯 也成啦 蛤 不是也成喔 常常这样子喔 所以这方面啊 在这个整个 你的门口 还有你整个方位上啊 请多注意 还有你老公的事业 恐怕啊 会障碍很多 了解吗 好 这样子啊 就这样子 祝福你 好 好我们谢谢许小姐来电 我们再接基隆的肖小姐 肖小姐你好 肖小姐 肖小姐 肖小姐你有没有在线上 没有的话呢 我们再接台中的罗小姐 罗小姐你好 喂 罗小姐 是 罗小姐 好 我们观众朋友呢 假如您有接通的话呢 您再跟我做回应 那同时我在这当然呢 先观众朋友呼吁一下 您扣印进来之后啊 您除了告诉老师说 你做什么像什么 那像说你的厨房厕所呢 你可以告诉老师说 我是在这房子的东方 或是靠上靠右 不要就是老师这样子跟你在摸索说 这边那边 说真的你的这边那边 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一边 那所以您可以很详细的来做一个标示 好我们再接的是一个 太平的王小姐 王小姐你好 喂你好 是来请直接告诉老师您正确的方位喔 是 是王小姐你好 是王小姐你好 你好 我那个坐像喔 我的坐像是东北像 像东北就对了 对像东北 那主人的身像是属牛 属牛50年次的是吗 对对对 好50年几月 嗯 几月 6月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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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几年次你告诉我 我49 你用49年次几年 对 2月15 2月15 好你的这个门口在哪里 门口就像东北 坐西南朝东北 在东北的位置是不是 对 然后你的灶口呢 灶口是像在龙边 龙边是这边是龙边喔 这是灶喔 对对 然后你的厕所呢 厕所也是 也在这里啊 对 哇这个叫厨色童工 厨色童工是错误的 这个你老公经常要判断错误 经常会有很多计划 到一半就不行啦 而且通常啊 既然是判断错误的话 经常是了钱的是亏本的 所以呢 这个在事业上 一直是很不顺当喔 这样子好 再来里面这个东北的门啊 你不 你跟老公呢 这个都不一样 都不对 如果把钱交给你的话 一下就这个打死掉了 前所交钱后手空 你不能管财 财库大破 这样子 然后你老公呢 这个东北的屋子 因为它本身是属于政卦 那么可以东北的话 是六杀文取水 官辉辞送要比较多 你告诉我住这里住多久了 十一年的 十一年的 那这个一定有了 所谓官辉辞送知道吗 不知道耶 口舌是非很多啦 有辞送嘛 如果说没有看错的话 去年就会有辞送了 辞送的话容易被捣钱啊 不管人告你还是你告人 这都是辞送禅身 哦 这样子啊 对 然后呢 你这个除测又同工 那是错误的 那你跟我讲楼梯口在哪里好吗 楼梯口也是都在龙边啊 都是在这里 对 所以你这个厕所跟楼梯口是在底下 对 厕所就是在楼梯下嘛 那算 那算是说楼梯过去有隔一个和室 和室 后面就是等于说 人家说的蜂蜂蜂就在去那床 哦 我跟你讲喔 所以你在这里的话 你这个头啊 经常不舒服 头啊 会有脑神经衰弱啦 然后头痛 偏头痛尤其严重 那么这个缓过来说呢 这个厕所又不对 厨房又不对 厨房又被夹在厕所之间 那么你本身啊 这个下腹部 也是复刻的病变啊 就油然而生 所以油然而生啊 经常腰痠 下腹部会有脱锤 会有积聚的现象 这个积聚你知道吗 就是气血不通 我们讲一般讲 一般的就是在下腹部 这个下腹部 我们有少腹跟下腹部 你是下腹部跟少腹部都有 这样子啊 这个你要注意 会有舌颈云卵 卵巢会有出问题 这样子啊 有没有你自己清楚 不是只有这样子 这样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吗 其实啊你这个既然是自己的脱天房子嘛 你不必要把这个厕所跟厨房盖在一起嘛 这样子啊 而且你这个可以化解的 甚至你知道我们这个 做西南向东北的屋舍 它是二入中宫 二三四 这个文昌位就是在你的这个厕所位置 既然厕所位置的文昌被污秽以后 孩子恐怕就不用宫了 拿到书本就想睡觉 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有有 所以这样的情形的话 第一代啊会不读书 第二代啊会变白痴 就是等于是 等于晃荡晃荡的 从这个无所事事 那么这个是很严重 很糟糕的一个问题 嗯哼 了解吗 知道知道 好就这样子哦 嘿 好 这位你谢谢来电 谢谢 那我们现在赶紧介绍台中的詹小姐 詹小姐你好 嘿 是来那我们秦老师来直接跟你回答 嘿 是詹小姐你好 嘿你好 那您告诉我你府上是坐什么方向 嗯坐北朝南 哦坐北向南啊不错哦 然后呢你府上的主人是几年次 五十八 五十八男生是吧 嘿 几月 几月 是新的到旧的 旧的 十月吧 好不错 你几年住 我五十九 你五十九是吗 你几月 十一 十一月哦 啊坐北向南门开在哪里 我们这是店面的 店面的门开在这地方下 嗯就是全部都是那个 整个都是那就是正宗 那很好 桌地窗 这个非常好 然后呢这个楼梯口在哪里 楼梯口 我们进来的时候是客厅 然后就是那个 客厅 厕所 厕所先到 在左边吗 嗯 我们有一片那个 那个门 那个墙围着 就是这个是厕所 它是隔起来的 对还是有隔起来的 对不对 对 好 这正好 我跟妳讲 以正宗来讲的话 这是正好在龙边啦 对不对 这是错的 不是 它那个走 它那个进来的时候 那个出口是在 我们走进来的右边 走进来的右边 就是这里啊 没错啊 走进来的右边啊 右手边嘛 对不对 然后你的厨房在哪里 厨房就在那个 再来就是那个厕所 厕所是不是旁边 就是楼梯口 楼梯口再隔起来 再来就是厨房啊 您的厕所会在楼梯口底下吗 没有 应该也算是啦 应该也算是 所以您 您比较困扰 只要是这个是在厕所在您楼梯口底下 您是主人嘛 你主人嘛 对不对 然后您这个头部啊 是困扰很多 头部 腿痛 再来 您这个厨房在哪里 厨房就是后面啊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在北边的位置 北边的位置 正中 它是整个面不是一个小地方 整面都是厨房 对对对 然后您这个灶台呢 灶台是向哪里 灶台是朝东 朝东 那很好啊 若西朝东 东在这里对不对 对 所以你的灶台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人在这里面煮 那个吸水台 对不对 就是那个炉灶跟吸水台 是同一排嘛 这作息相当 对不对 对 这个是对的 对你老公很好 对你老公很好 对你不好 我跟你讲啊 你老公啊 在这个屋子里边啊 是肯定不错的 但是啊 有一点困扰 就是从去年开始 去年今年两年啊 运势都不好 去年跟今年 可是我们是今年才进来的呢 那还好 你这个硬的还不是太快啦 但是今年不是很好 没有你想象这么好而已 对不对 原本啦 住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计划是说 可以做很好的这个店面生意嘛 对不对 但是今年啊 对你老公来讲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这个厕所啊 在这个地方 这是错 厕所应该 如果说你这样画 我跟你讲啊 应该是 我现在 不是这样看 应该在这边这边 这边哦 应该照着你的手 还在这边 这边哦 对 这边我跟你讲 这边的厕所 和这边的厕所 这边是 比较不好 但是这边在做厕所的时候 这是实施的地方你知道吗 这个西边的话 这个楼梯口上去就不对哦 这个厕所跟厨房的位置 不是 这个楼梯跟厕所的位置啊 就不对了哦 对 我们进来的时候 厕所是在西边这边 好 厕所在西边的话 对你老公是对的 但对你是不对的 在上楼梯口二楼的话呢 就等于这个是错误的 你听懂意思吗 所以以整体而言啊 这个屋子里面对你来讲是 一进来以后就让你非常辛苦 会跟你老公的沟通啊 会产生这个极大的麻烦 很困难的意思 懂意思吗 厕所跟楼梯口是同一个方向 在草席这边 这个地方是错的 一般啊 两驚草 后驚老 有没有 你看都是在这里面啊 而且你这个等于厕所 跟厨房在一起嘛 对不对 有没有 照台车有这个厕所的位置 很贴近嘛 不是吗 嗯 所以这样吃的 比较容易判断错误 那么以整体而言的话 这个算是不错的啦 坐北向南的房子 这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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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对你的这个本身的厨房 啊 跟这个厕所在一起这是错 还有你本身啊 在楼梯口底下 当成你的这个厕所 对这个你主人来讲啊 你是错的 那有什么可以那个改变 这个可以调整 如果你还有空间的话 你的厕所可以外移嘛 我们经常把厕所压在啊 您的胸方 就是不好的方位 坐北向南这个房子 对你老公很好 但是呢 我比较担心的是 他如果不走修行的话 那恐怕困扰会很多 了解了喔 修行喔 对 好我跟妳讲 我就跟妳解释到这里 那剩下一点时间呢 那赶紧请清老师 我们做个结论 是的 其实啊我们在洋载的规划里边啊 当然是要看一个整个外六市 也就是我们的山形 水市 还有道路 铁塔 还有甚至啊 整个整个区间的这个建筑啊 来作为一个考量 那么再来呢 就是看我们的内六市 内六市啊 最重要的有两个气口 一个就是我们的门口 跟我们的灶口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位啊 是相当不错的 他的门口也对 他的这个灶口也对 所以呢 他如果这个能够真正修行的话 那么他本身的不耐 也就是说啊 做事情经常计划到后来 没有了这个情节啊 就能改善 再来就是说啊 我们常常看到有很多啊 这个屋舍里边啊 这个门口呢 这个跟厕所的位置啊 都会弄错 尤其我刚刚讲了一句话 前面要有灶 后面要有靠 左右呢 要有抱 这是对您来讲是最好的 还有呢 龙呢 是怕臭 那么 腐边呢 是怕闹 就是你这很 这个闹得很厉害啦 好比说我们有 这个臭油烟机啊 这个满天叫响啦 这个都叫做闹的现象 那么对您的这个屋舍里边啊 是不得安宁 会比较容易产生问题 所以啊 有很多啊 这个我们在 在羊仔的这个术语当中呢 我们会一一啊 为我们观众朋友来做前世 是啊 我们有龙沙泄水啊 常常讲什么叫山科四鱼啦 什么叫做这个龙法上的啊 水法上的应用啦 在我们实地勘察里边啊 日夜潭呢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道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日夜潭这个区域里边呢 讲后来是我们台湾呢 一个政治的军事的一个重镇 那我们的经济的重镇呢 是在台北没有错 当然呢我们先去看看 那个地方以后呢 我们才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如何 而且日夜潭呢 也带来呢 这个南投地区的很多民众 有相当的这个商机 为什么有商机呢 当然它是水切非常的丰沛 那么当然这也是主要经济的来源 那么我们都会做一个 详细的检视 好我们谢谢呢 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 同时感谢老师来现场 为观众朋友做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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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